而我們看到回過來看藍綠之間 朝野是幾度協商 今天又再次的破裂 你看王院長現在 他的處境是什麼 他的策略到底是什麼 我們這樣講好了 因為我剛才沒有時間去查證 可是就我所知 王院長的那個 就是剛剛國民黨官司 好像那個還沒有 國民黨還沒有表態 說要不要上訴 時間點是什麼時候 就是學生講的一週以後 為什麼有一個 出現一個時間上的一個巧合 我覺得這個好像也滿值得 我們去 對 值得去玩味的 就剛好為什麼 就是在那一週後的那個時間點 我覺得是不是大家 已經開始形成一個默契 就是一週後 其實是一個很適合的 大概包括說 你的疲憊的態度 或者說一個政壇的 一個轉折的 一個幾個 幾個比較敏感的一個事件 好像都是在一週後 會有一些突破 而且即將進入連續假期 不曉得民眾的反應又是如何 對 這就是我在很多不樂觀之中 稍微有一點樂觀的 就是在下個禮拜 我們就繼續觀察吧 馬王的心結怎麼樣解 還有福報的僵局怎麼樣解 謝謝湘君到現場 謝謝你 謝謝宇發 謝謝各位觀眾